歡迎光臨米諾咖啡的頻道 兩斤哥又來了 今天兩斤哥烘焙的咖啡豆來講的話 就是說 從以前來講的話 本來都沒什麼人買 我堅持兩斤哥的理念 我就一定要烘淺焙的 鑽石啃牙 我先下個豆 為什麼來講的話 兩斤哥一直堅持啃牙 AAFAQ這一隻豆子 一定要做淺焙呢 如果大家來知道說 每一個國家產區來講的話 他們最好的咖啡 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分級 那肯亞這個豆子來講的話 他們的分級其實說 最好的咖啡的話 就是酸質各方面要明亮一點 那酸質明亮一點 我難道有做中焙嗎 那很多來講的話 以前人家說 你肯亞 放那麼多的酸 我沒關係 你可以放到淺一點嗎 豐生一點 但是兩斤哥覺得說 肯亞這一隻豆子 它價格並不便宜 那我如果烘深一點的話 請問一下 跟一般的 中美洲的豆子 有什麼兩樣 就一個巧克力的尾韻 所以兩斤哥一直在堅持 這個肯亞的話 要把它酸質明亮度做出來 然後焙度要做淺一點 然後因為最近大家 精品豆的發現 然後大家慢慢慢慢的喝到 其實肯亞對酸 對明亮 其他有一隻豆子 酸會帶甜的感覺 慢慢慢慢的浮現出來 所以兩斤哥的 蝦皮賣場的肯亞 越賣越好 所以說今天來講的話 兩斤哥就公佈了 肯亞淺焙 要怎麼做一個烘焙 今天兩斤哥 月末剛剛已經倒了 6公斤的肯亞豆子進去了 那我現在的話 火力下豆溫的話 是230度 非常高的溫度 火力的話是2 大火 現在的話 我們的時間 來到了1分36 所以飯點還沒有到 那為什麼兩斤哥 要把這個肯亞多門的話 取做鑽石肯亞呢 因為兩斤哥之前的話 每個女人都喜歡鑽石 之前的話 因為兩斤哥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財力 然後想要買鑽石給我太太 那都買個20分啊 30分啊 那他就講說 那麼小顆跟彼此差不多 然後後面講說 那到底要多少的克拉 多大顆的話 才是女生心目中的diamond呢 那時候就是跟他一起去看了 最少都要有一克拉以上的鑽石的話 女生才講說 嗯 這個叫鑽石 那我大概看的話 那個鑽石一克拉以上 或者是到1.5克拉 就差不多是肯亞 FAQAA這樣子的大小 所以 這是兩斤哥的夢想 想要買一顆一顆拉的 送給我太太 結婚了20年 跟我吃苦吃了那麼久 要買一顆一顆拉的鑽石 送給他嘛 所以呢 就把這個肯亞的豆子 叫做鑽石肯亞 鑽石是有一點力度 那個角度非常的明亮 就好像說你喝到兩斤哥的肯亞豆的話 明亮酸質非常的明煉 慢慢的讓你身經止渴 這樣子喝這一隻豆子好不好 現在的時間來到了11分鐘 178度 然後進入了一爆開始的時間 這時候呢 我們的火力要略降個0.5 好 我現在算時間 剛剛的話已經一爆的溫度 已經來到了10秒 好 兩斤哥這一隻豆子的話做淺焙 一爆20秒讓它下來 好 我們現在已經即將出豆囉 封門是台上open的狀況 全開的狀況 好 出豆囉 看到這一隻豆子來講的話 非常的淺 而且它上面的水痕還有黑黑的一條一條 就標準的淺焙豆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來做一個沖煮 看到它的味道是多麼的明亮 各位娘娘們 兩斤哥又來沖煮了 這一次烘焙好的極淺焙 鑽石肯亞啦 剛剛兩斤哥的太太 正在裝豆子 然後一直誰誰念 她說烘那麼淺 等一下喝了會胃酸不胃 會讓你減肥喔 今天沖煮的話 是我喜歡的 美人魚天目 S川流 因為它比較淺 所以我今天的話 我科系度會調到四號 R220平刀的四號 那樣的部分呢 我今天用18克來沖 300 慢慢浮現了一點檸檬的香氣 非常好 之前有客人有跟兩斤哥講 兩斤哥你那個小富士一台快兩萬塊好貴喔 那我就去買那個比較便宜的小飛馬那些磨豆子 其實都不錯 可是他說他磨的時候好像磨那種比較極淺焙 比較硬的豆子的話 好像有卡住各方面的 這個的話我就不了解了 但是用小富士的話到目前好像沒有這樣的狀況發生出來 好 溫度一樣用90度 來 做一個悶蒸的動作 90度 用我們的S川流它的保溫性非常的好 所以呢 看它排氣的狀況也是非常的旺盛 我這一次呢 我的悶蒸的時間我會拉到約末60秒 把它的味道跟甜感有沒有 慢慢讓它的悶出來 之前的話用40秒我這一次會悶久一點 好 聞一下濕香氣 味道還沒有表現得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讓它靜置的時間會稍微的長一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科系度的話 因為淺焙之前就是用5號 5號就是一般的手沖再略出一點 那我現在用4號的話 就是正常手沖的科系度 有人用3號啦 3.5啦 4號啦 這個Lunch的話就是大家比較 平常用手沖比較用的科系度 那之前的543的話是適合比較S川流 所以我都比較推廣用543的沖法 跟大家做一個參考 現在講講講 已經來到60秒 第二次沖煮法 把它做一個斷水的動作 醃上來第三根肋骨 倒了277停 好 第三次注水 補到300 這一次來講的話 兩斤哥比較希望的話 是做出它的那個酸香氣 然後帶一點檸檬 的那種 酸甜感 所以我後段沖水的話 我會比較暴力一點 可是它現在的話 因為第三根沖水的話 反而它的速度有沒有 超乎我想像 現在的話完全流完是2分10秒鐘 我看到這個顏色 漂亮嗎 真的是出乎想像 這個是意料之外 真的真的真的 不騙 烘得那麼淺 我要創造出來 是它的酸香氣 越酸越好 甜度的話一定 八滴 我不要那麼的足 結果我剛剛真的這樣沖煮法的話 反而它甜度 甜到有點膩 真誇張耶 真的 我不知道會變成這樣子 如果喜歡這隻豆子的話 歡迎在兩斤哥的蝦皮賣場 來做一個下飆 讓我們可以試試看說 是不是像兩斤哥這樣的沖煮法 它的甜感 是非常的膩的那種蜂蜜甜 謝謝今天的觀察 如果喜歡米諾咖啡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和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謝謝掰掰